SR-C最新的手槍 各位好,今天我們來開箱SR-C最新的手槍 葉音1911型CO2手槍 現在打開硬核槍箱 可以看到裡面有槍枝的本體 以及CO2氣瓶的安裝工具 在泡棉底下我們可以看到有說明書 還有一張SR-C的原廠寶卡 那我們先把這些東西放旁邊 我們來看本體的部分 從前面我們可以看到SR-C它在原廠 之後就可以給你NISS四牙的安裝 你可以安裝像是捏音管或是發光器這些東西 同時這根外管還有不疊管的設計 讓你滑刀在作動的時候不會被干涉到 導致你的彈道變得十分穩定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它採用了 增高到我們尼迪準心的做法 這樣子你在使用滅音管或是發光器的時候 就不會被它擋住你的瞄準以及射擊 那我們底下可以看到它有附上標準的皮卡丁尼寶鬼 可以讓你安裝喜歡的槍燈或是喜歡的雷射 我們來看彈夾的部分 原廠也給你配上了加大的彈夾襯裙 讓你安裝彈夾的時候可以更快更迅速 這次SRC的CO2彈夾 全新設計讓你可以安裝雙排彈 然後同時有加大的底板 一體成型的 那我們現在來實際安裝BV彈夾襯裙看看 這邊可以看到BV彈成雙排排列 這跟一般的Glock彈夾或是HICAPA彈夾是類似的 可以裝更多彈的同時讓你的續彈力更準 那我們現在把它裝上槍 然後讓我們去拔場試試槍吧 現在到拔場了我們來測試夜鷹的射擊性能 上彈夾 第一發 第二發 七發 七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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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掌加益,測試一下之前SRT出的1911瓦斯彈甲能不能使用 可以看到這邊會稍微的凹下去一點,不過不影響衝彈喔 上檔,特殊度低一發 一發 一樣可以正常後定 好可憐